近日在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 一款由美国幽灵机器人公司和保健国际公司 联手打造的战斗机器狗亮相 简单来说就是一款组合型产品 将幽灵机器人公司的四足机器狗 与保健国际公司的武器系统相结合 幽灵机器人公司还将该款装备 命名为特殊用途无人步枪武器系统 简称SPUR 在四足机器狗的身上 安装了一挺6.5毫米口径的步枪或机枪 幽灵机器人公司表示 四足机器狗装备这款无人步枪后 能够在1200米范围实现精准打击 其稳定性非常出色 并且能够在远程指令的指挥下装弹入膛 还能自行清理枪膛以确保安全 同时还能在枪械模块中安装消音器 让敌方更难确定射击来自哪里 此次装备在四足机器人上的无人步枪模块 拥有独立瞄准系统 智能化和自主性水平非常高 借助人工智能系统 它甚至可以自主判断和锁定潜在威胁目标 并在操控人员下达命令后进行射击 除此之外 针对这款SPUR机器人系统 幽灵机器人公司并未透露太多信息 但从现场的图片来看 机器狗背上的武器系统 似乎不具备垂直抚养或水平转动的能力 其瞄准更多的还是要依靠机器狗自身 其武器装备的可能是突击步枪或机枪 前者可以进行半自动射击或自动射击 配备的消音器能让其更加隐蔽 与北约现役7.62x51毫米步枪弹相比 6.5毫米步枪弹是美军下一代的通用弹药口径 拥有更好的弹道性能并且射程更远 将武器系统与四族机器狗相结合起来 明显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 需要充分地了解结合系统的弹道性能 并解决其后座力问题 四族机器狗实际上扮演了一个运输和射击平台的角色 现在还不清楚这款战斗机器狗 是否已经进入美军特种部队或情报部门服役 但从基本设计来看 这种战斗机器狗很适合执行侦查和暗杀任务 由于四族机器狗尺寸并不大 可以更轻松地进入到危险狭小空间 尤其是在侦查和城市巷战中 这种装备不仅可以成为美军士兵的眼睛和耳朵 还能在有效的距离内提供精准打击 进一步提高美军的战场生存率和作战效率 其最大的问题可能就在于续航 由于使用电池供电 在目前电池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下 该款战斗机器狗肯定无法高强度地持续作战 不过如果是执行暗杀任务的话 完全可以让其在部署后进入休眠状态 在目标进入其射程范围后再激活 目前美军已经采购了幽灵机器人公司的部分四族机器狗 并将其投入使用 用于巡逻和警戒任务 接下来火力军为大家介绍一下 美国国内的四族机器人发展现状 目前美国布局四族机器人最知名的公司 就是波士顿动力公司与幽灵机器人公司 其中波士顿动力公司成立的最早名气最大 其也是四族机器狗的开创者 该公司成立于1992年 并在2005年在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资助下 成功研发出大狗机器人 由于当年的电池技术与现金相差甚远 其动力不是如今普遍采用的电池 而是一部带有液压系统的汽油发动机 大狗机器人的四条腿完全模仿动物的四肢设计 内部安装有特制的减震装置 大狗机器人的行动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7公里 能够攀越35度的斜坡 可携带重量超过150公斤的武器和其他物质 既可以自行沿着预先设定的简单路线行进 也可以进行远程人工控制 大狗机器人的长度为1米 高70厘米 重量为75公斤 从外形上看 它Big Dog的名字也是相当形象了 该款四足机器狗不仅可以爬山涉水 还可以承载较重负荷的货物 其内部安装有计算机 外部装备有大量的传感器 可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行进姿态 既可以自行沿着预先设定的简单路线行进 也可以进行远程控制 操作人员可以实时地跟踪位置 并且监测其系统状况 因此大狗机器人在当年被称为 世界上最先进的四足机器狗 但令人遗憾的是 尽管该公司在随后又不断改进 并开发了其他几款四足机器狗 但后续产品一直无法达到 美国军方采用的标准 自此波士顿动力公司 与美国军方的合作也就没有了下文 因此在2013年 谷歌公司将波士顿动力公司收购 意图剥离波士顿动力的军方背景 让其朝仓储或物流机器人领域发展 在隶属于谷歌公司的四年间 波士顿动力开发了四足机器狗 Sport以及人形机器人Hando 其中Sport利用激光雷达和立体视觉技术 搭载一套车载传感器 灵活性更高 能够识别崎岖地形 在行进中保持平衡和协调 不过在2017年6月 波士顿动力被谷歌卖给日本软银公司 最后在2020年12月 又被日本软银公司以9.21亿美元 出售给韩国现代汽车公司 在这几年里 波士顿动力公司还推出了 Sport mini机器狗 会开门 爬楼梯 跳舞等一系列技能 并与美国警方合作 扮演警犬的角色 协助警察完成导航 解救人质等工作 而前面提到的幽灵机器人公司 成立于2015年 其来自于美国 宾法尼亚大学工程学院下的 Grath Lab 幽灵机器人公司开发的四足机器狗 拥有灵活 负载能力强等优势 主要面向军事 公共安全和企业检查等场景 可应用在各种高危场景 例如在矿景下进行勘探 采矿 救援工作等 该公司与美国军方也联系密切 面向军事场景 幽灵机器人公司的核心产品 为四足机器狗Vision60 与十多年前波士顿动力公司的 初代大狗机器人相比 其性能更加出色 是目前最成熟的 军用四足机器狗之一 已经在美国 廷德尔空军基地的 325安全部队中 进行实验性操作 该基地配备了 四个Vision60机器狗 可以自主执行路线检查的 异常检测功能 单从外形来看 前面的战斗机器狗 用的狗身 大概率就是Vision60 或者其他改进版 Vision60机器狗 使用了谷歌大脑 作为步态控制系统 配备了视觉传感器 以保证它可以 在不同的地形下行走 并且不会撞到障碍物 如在转角处 Vision60能够避开墙壁 自主转弯 除了视觉传感器外 Vision60还搭配了 14个传感器 拥有先进的多项 以及热红外功能 能够实时对周围环境 地形进行会测 探测地形中的地雷 等潜在危险 并将执勤的前线情况 实时反馈回控制指挥中心 该款机器狗的电池 一次充电可运行90分钟 目前美国的四族机器狗技术 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像前面那种 具备火力输出能力的战斗狗 似乎尚未投入服役 即便如此 这也代表了一种倾向 一旦解决动力问题 很可能会大规模 投入战争使用 用机器狗来代替人类士兵 相比人形机器人 这种在背上扛着步枪的机器狗 明显研发难度更小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你们认为机器狗 在战场上的应用前景如何 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 我是火力君 我们下期再见